国民党总统初选民调阶段 有平民媒体民调说洪秀柱大赢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而洪秀柱也趁这个机会向党中央喊话 强调党中央如果执意要进行对比式民调 他会表达抗议并且持续参选 国民党总统初选阶段洪秀柱要争取到三成的民调支持度 才能够跨过防砖机制获得提名 因为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与秘书长李四川 主张要加入对比式民调引发洪秀柱的不满 洪秀柱认为这是制度之争 提名办法当中写的是支持度民调 现在要临时改规则就是破坏制度 按照制定的这个机制走的意思就是说 白纸黑字经过中常会通过的提名作业要点 明明白白写的就是支持度的民调 所以我要争的是一个制度 洪秀柱强调如果党中央执意要对比式民调 他只能够挂着抗议中的牌子持续参赛 对于洪秀柱的反应 朱立伦回应强调 自己一直坚持照制度走 民调上支持度本来就包括互比式和对比式 洪秀柱有意见会在协调相互的比例 至于有平面媒体最新的民调显示 洪秀柱以五成的支持度大胜蔡英文 洪秀柱是淡定的回应说民调看看就好 他重视的是基层民众对他的支持 会坚定的往前走 对于这份民调的结果 朱立伦是没有表达看法 记者陈嘉欣张子佳吴家宝综合报道